浪仔和瘋仔要在科學館進行參觀活動 並要求在回到學校之後寫一樣令到他們最感興趣的事物的文章 之後他們約定一起去科學館 星期入科學館門前 喂!我們去科學館了 走吧!去買門票 入到科學館 你想去哪裏? 不如去機械人展廳 帶我先去運動競技廳 先去機械人展廳 不行,先去運動展廳 那你自己去吧 說笑 先去運動競技廳 之後他們去到機械人展廳 嘩!這裡有很多機器人 我平時都叫你和我一起看鋼鐵盒 起到大驚小怪 請 你快點過來這邊 你看看這個機械人 不是一個大一點的機器人 有什麼特別的呢? 嘶! 嘶! 你先看 嘶! 表演者把魔方放到機械人前的盒子上 機械人便把魔方拿起 並觀察一下 隨後面開始了機械人專屬的表演 風 你知不知道三間魔方有多少種組合? 不知道啊 這麼小的東西 應該有100種吧? 嘶! 你平時多看一些書 有這麼多種 你看著吧 嘩! 嘩! 這麼厲害? 怎麼做到的? 這個是機械人裏面 程式演算法 利用高階魔方公式 CFOP還原這個魔方 先掃描魔方 把顏色的位置記錄下 再一步步還原 嘩! 真的厲害啊! 那你又知不知道 怎樣才算得是一個機械人? 不知道啊 是不是只要三得此人 又是機械人做的 就叫做機器人 其實都差不多了 只要具有 腦、手、腳、三要數的個體 具有非接觸感測器和接觸感測器 具有平衡角和固有角的感測器 就算得上是一個基本的機械人料 嘩! 讓我和你講人工智慧吧 人工智慧是指 由人類製造出來的機器 所表現出來的智能 通常 人工智慧是指 通過普通電腦程式來呈現人類智能的技術 曾經有人希望做出一個 擁有自主學習能力的人工智慧 能觀察周圍環境 並作出行動的人工智慧 蛤? 那麼害怕? 那麼那些人工智慧那麼厲害 豈不是遲早會超越我們咯? 嗯...其實也有些學者認為 人工智慧對人類有很大的威脅 可能有機會令到人類被滅絕 就像科幻電影裏面一樣 被人工智慧操控世界 不過以目前的技術來說 還差很多 所以暫時不用擔心 原來是這樣 首先機械手榴魔方主流演算法 是用Distor Phrase演算法 或者Two Phrase演算法 再加上高階魔方公式 CFOP 即CROSS F2L OLL PLL 而要在程式內部構建虛擬魔方 並實現旋轉操作 就需要用到魔方機械人DIY之演算法系列 虛擬魔方引擎 做得很好 東西 除非 炸車 MAT 奇諾 MAT PHS 野球 今天 好像 CFOP 也 CFOP 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